尽管嫌疑人租车时不直接露面 但是民警分析 租车总有期限的 他们一定要来东乡还车 我不管嫌疑人会不会来 车辆一定会来 既然车辆会来 一定有驾驶员 驾驶员就一定会有 跟嫌疑人有一定的关联 据了解 嫌疑人是2月27号租的车 租期为一个月 3月27号在嫌疑人还车的日子 经过精心部署 警方最终在租车公司附近 将犯罪嫌疑人梁浮萍 梁万生抓获归案 梁浮萍曾经因为盗窃被判刑三年 去年才刚刚出狱 然而出狱后她不思悔改 反而开始跟人学习 更为高超的开索盗窃技术 毕竟我接触过这个盗窃 是一学就会 她一脚就指到那个鸟穴 因为一本锁的鸟穴 是一脚米巴锁的鸟穴 都炸的 大概差不多的意思 这种特质的钥匙 在搭配上这种普通的锡箔纸 便成为了梁浮萍 屡失不爽的秘密武器 只需要十几秒钟 梁浮萍就轻而易举地 将别人家防盗门给打开 据了解 目前市面上的锁分为 A级锁 B级锁和超B级锁 而A级防盗锁钥匙 主要有一字钥匙和十字钥匙 这种锁内部结构非常简单 仅限于担子的变化 担子槽少而浅 这种锁很容易被犯罪分子 用稀薄纸技术开启 而梁浮萍盗窃时 选择的就是这种A级锁的住户 这种锁哪怕是户主进行了反锁 在梁浮萍面前也毫无抵挡 而且他还专门挑选 上了保险的住户进行盗窃 因为对我们来讲 没保险的是一般不负做的 就拉以我来讲 如果我来做 你家里没保险就不负做的 一般保险就家里没零的 有零的话你怎么负保险呢 犯罪嫌疑人梁万生 也是去年刚从监狱释放出来 在这些案件中他负责忘封 有时候他还要配合梁浮萍 一起撬到保险柜 那么住户乡线在墙里的保险柜 为什么在他们面前也毫不费劲呢 我领理保险柜并不是说 所有保险柜要安全 有的人的思想就好像 这个保险柜就正在金库一样的 打不开别人逃不着 那是错误的领事 因为保险柜也分极量问题 对那是错误的领事 方面